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泡 这个就是血泡泡 带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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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多多少血 这样就 这个就是泡泡 拉多少体液出来 就是 勾适胶润肢 这样如果你想进入Dialyser 这个是Dialyser泡 另外一个就是出了多少水之后 这个要做replacement的 补充液的泡 另外 还有一个syringe plumb 这个可以加Heprin 或者其他二日蜜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Bug warmer 这个是Bug warmer 首先 手机要过了电源 那我们就通常用UPS 点的 就会稳固点 那我个总体就在这边 那开机之后 它会 self test 的 就是要等一等 那如果切同时 那我们就预备一个set 那就跟回E竹 看看要需要什么set 那其实就 正常应该有一个SP100 set 嗯 那 试的时候就看完开的时候 看完我的expire日期 对 对 那 那另一个是呢 接着E竹 看下洗的时候 是否用Heposol的解析呢 那我们就预备了 那我们就预备了 那看E竹 会不会用小英柱去做抗型血 那要预备一个Hepin的小英柱 那这样 那timing那里呢 就会预备4奶 2L的 那其中第一L就会加Hepin 1cc 1cc是几个单位 5,000 5,000 5,000 那它的set 里面都有一个 E Fusion Bag 那但是开口呢 就有少少不同 那我们都会预备一个新的 那在另外一个座椅里面 这一开机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Ferapi 那就是 刚才所说有一个CRRT和TPE 那今次讲CRRT 那我们就选择CRRT 是 CRT 是幾樣的 第一個是 S-C-U-F-Z 是什麼來的? Slow Continuous Ultra-Filtration Ultra-Filtration 只是抽水而已 即是沒有 replacement Slow Continuous Ultra-Filtration 很少用的 譬如有很多水 只是抽水 但現實是沒有人敢用的 因為這樣的話 通常的護照性會很高 第二是 CV-V-H CV-V-H是怎樣的? CV-H Continuous Venus Venus Hemofiltration 即是怎樣的呢? 這個跟上面的東西差不多 不過有一個問題 你要 replace 水進去 即是斜了水 你要加回 replacement food 叫 CV-V-H CV-V-H-D是什麼呢? Continuous Venus Venus Hemofiltration 即是 HDF 我們選擇呢? CV-H-DF CV-H-DF Pretically 我們也是會選擇這個 因為最終我們 譬如想翻轉頭 不能再選擇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選擇這個 是 這個 好啦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 close-up 做一個這個 model 先 就在這裏 然後繼續 我們會給您提醒 究竟現在患者是一個新的病 還是一個之前同一個患者 我們先用這個患者 一般我們進入患者 ID 我們現在先進入 會進入患者身體重量 我們設定一個數碼 他會問了Hemotograde的百分比 要是30%我們也要先問 為何要進入Hemotograde? 即是Hemofiltration 即是Ultra Filtration 如果你抽太多的時候 它就會感到你的Hemotograde太高 也不可以 所以Hemotograde一定要先改變粗 所以知道Hemotograde抽太多 已經太乾了 我們設定好之後 再確認這些 他會再問你一次 是CRRT 再按CVHDF 即是HDF 然後他有兩個選擇 就是Hepin的CVNT 究竟我們需不需要用 我們一般都選擇了需要的 除非它很穩定 知道一定不會用 我們就選擇No CVNT 什麼資料都不需要 但是他不能回頭 變成用Hepin 所以我們一邊都先用CVNT 選擇那個 然後確認一次 他都會再打一次出來 告訴你現在選了CRRT CVHDF 要用Hepin、CVNT 所以我們繼續用CVNT 接著他會叫你混合套裝 混合套裝 混合套裝 這個又是CVNT 現在全部都是CVNT 就是這個 對 白色的 我們就混合套裝 分量一整個 然後全部混合套裝 我們會先用CVNT 再用CVNT 混合套裝 來做這個 然後整個是CVNT 裡面都可以用CVNT 然後整個是CVNT 整個是CVNT 放進去之後 它會逐個步驟 告訴我們如何做 首先它也是調整 第一個步驟就是 剪輪圓 然後就叫我們上 鋪鋪鋪 然後就去到 Fusion Light 這樣就跟它的路徑走 進去的時候 它上面的 鏡頭也有跟我們說 上下動 它就可以慢慢按進去 它就為您的線路 它也有告訴我們 這條方式 這條歪形的頭可以 這裡有一個套 可以放在這條線 接著去到V Line 在這條褲子 擋住 一條 扭直 然後 下一個步驟 它就會叫你 把它放進去 有空氣測器 有空氣鏡 最後就是打開網 放回EFUSION PASS 每次拍入的時候聽到卡一聲才可以 不然那個磅是未卡實的 要重新計算 這樣就可以攪拌 在攪拌的套餐 要認這個套餐 即是調整的套餐 未開始 即是固定套餐 它攪拌了套餐 進去的套餐 可否用其他的 而日公審 未見過 因為這個 這個叫做AN60-Line Membrane 是一種很保密的 即是很多孔很闊的 我們那時候用很多 最初出的AN60-Line 如果用其他的 它就不給你用 它一定只是用它 但如果我們用HDF HDF就可以用任何 所以為何它會貴 其中一定要買它這個 這樣已經貴了 其實還有幾隻套餐 可以拍攝後 也有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S-100 S-100 剛才用那個 會比較貴一點 比較貴一點 其實我們也是 洗CRT 我們也是用ST-100 如果醫生真的說要用那隻 我們才更改 因為那個會貴 有什麼好處 但是它 有時候那個使用時間 可以用到長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Corting 還有那些 那個 那個 Filtray 那個 那個Corting 好一點 那個UF 那個 那個 UF 那個 UF 這裡 它Load了 它其實都會認到 它的S-100 譬如我們用ST-100 它會寫回ST-100 是 它認到不同的S-100 它的條碼其實是不同的 是 這個位置它Sense 那麼 就看回去 其實這些S-100 它就P-Set了 那麼我們最重要是看那個S-100 是不是我們Load的那個S-100 還有我們選擇的Filtray 是不是 就是正確的Filtray 如果真的不對 或者是 這個Test已經Fair了 那我們就Unload 再來 嗯 嗯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確認 確認 那 這個 因為我們用這個S-100 不是ST-100 它確認我們一次你究竟是不是用這個S-100 這樣 繼續 那 現在就是那個P-Pare 那些Cela Hemosol 做過Priming 那個動作 嗯 都是每一個Step 它說 給你聽我們究竟怎麼做 那 其實 第一件事它就會叫你 拍好些線 在每個 去P-Set了 有些顏色的線 在那裡 讓你一會兒方便 不用全部都是 就是 那邊也相同 那邊也相同 好像前面都是線 這樣 這樣解釋 這個 這個 那 那 令氏就拿給我們 P-T-Ming Cela 那 第一包的Cela 我們會加5000Unit Per Milf 的Heat-Pin 就打一粒粒 下去一粒的Cela 那裡 接著做P-T-Ming 就是這裏掛起來了 對 可以掛起來了 那 它都有寫給你看 那掛起來了 在歪頭上 接著 就叫你 記得開 快點 然後 第二樣 就是 P-B-Pin 就是我們現在分別 上了三包的 HEMO素 P-B-Pin Dializer 和Replacement 首先 第一包 上了P-B-Pin 我們在機身上 都做了一些顏色 例如 白色那條 是P-B-Pin 所以 我們就 用白色的Label Dializer 那條 是綠色的 我們用了綠色的Label Replacement 就是紫色 用了紫色的Label 方便有時候同事看 一定叫P-B-Pin 不可以P-B-Pin P-B-Pin P-B-Pin 變成P-B-Pin 那邊 這個Solution 放在P-B-Pin 上 是 HEMO素 一包都 5N 炭 放下來 之後 日後要聽到 聲音 這個P-B-Pin 接著就 Dia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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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滑 它上面和下的Solution 攪拌在一起 要確保用的時候才 加在 所以它有 红色的部分在裡面 是 那麼記得一定要 把ages 你看斷了 那 就 加在一起才可以 新的按鈕就是這樣,我們攀開這裏,倒入這裏 這個可以加藥 這個打來吃,這個replacement是一個solution 即是皮肉和酥油 把酥油切成的,然後再加一些粘土 把酥油切成的,把酥油切成的,加上酥油 切成的,把酥油切成的,把酥油切成的,然後再加上酥油 有些同時加藥,除了這個位置都在這裏加藥 然後我們拿些LKON蓋回家,兩種方法都可以 小心點香歐 有時我們聽不到一聲,就再拉出來 這個是Dialyzing,還有replacement都做完了 然後呢,LKON蓋這個就是把我們有藍色的頭 這個是空置了 先將它放進一個infusion bag 然後攪拌完的水,就會自動放進一個infusion bag 開始之前,我們看完猴子有沒有看到 再看一次 然後就可以繼續 然後它就會問你 剛才我們選了要駁斥水櫥的 所以我們就預備一支Heat Pin的水櫥 接着就跟随着节奏 它会叫你自动下车 上下车就会在这里 或者在这里按就行 视频自动下车 或者手机自动下车也有上下车 首先自动下车到最底下 接着第二 它就叫你先上下车的线 接着第三 它就会叫你放下车 放下车 接着之后 我会叫你自动下车 又或者在这里较上下车 上下车都可以 上车的时候 我们把架的位置拉出来 否则它会顶着 不如今次试这边 上车 去到贴后 就把这个压位吸收 如果有时差一点 我们就继续去到最上 直至这里的继续 由灰色变成实色 我们才可以继续继续 接着它就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完成了 一个小车 叫你看清楚 是否已经是 拉是开了 还有那个东西是吸收 了 接着我们就 接着我们 接着我们 又是 安全的一件 叫你查清楚 是否已经 探索了 线 以及是否正确的位置 我们就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 这个套盘了 那我们前后会有两包的 排名的 第一包就下了 热片的瑟辣 那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再排一包 瑟辣1L 那完成了这个排名 它还会有一个排名测试 那这个都要吃8分钟 可以 是的 可以 是的 是没有 哪条路跟着哪条路 一个排名测试 再到一个 所以你会见 那个Kidli 第一包 排完第一包 其实都好像 没涨了很多空气 是因为它第二包 才会慢慢续排 那是VVHD 你只是HD 那你就不用 不用 不用補充的话 我们排名的时候 就会用一包SALAR 去代替 都要找那些地方 是的 是的 都要外包SALAR 但是就不需要外包SALAR 但是就不需要外包SALAR 因为都很容易 遗充的 所以就会不同 是的 所以就会不同 譬如我们洗TPE 我们都 譬如不需要Dialyser 又调转 在Dialyser 那里外包SALAR 就会有些东西 不过定的 因为它要PRIME 是的 它要PRIME 至于刚才说 洗毒素 那些 我们还要一部机 去FILTER 那些毒素 就要再令厂 再做 那是MAS 是的 那是MAS 是MAS 如果HEMO PERFUSION 就没有任何东西 MAS 是不同 MAS 要用Albumin 再重新 是的 但我们也有 很久才做一次 都需要CRRT 先放 再做TACO FILTER 做MAS 是的 其实你不用CRRT 可以的 你用HEMO DIALYSER 是的 不过 我们修改了 用CRRT 我知道 但你其实不用 之前用过HEMO 你要买它 那些东西 但你另一个 你不用 我不用 是的 一个 这个 replacement 它还没有动 它是分断的 那现在就只是Evern Plum 其实Evern Plum 就是Prum的DialySER 就是 这个就是BUT 當然要 BUT 就是Central 很合理 如果现在 这个BUT 就是Prum 中间 Evern Plum 就是Prum 外面 你先Prum 这两个 然后再 讲其他 很合理 这个Logic 是Prum 所以其实 是Ultra FUTURE Legative Pressure 就是在这里做 Legative Pressure 在这里用Legative Pressure 扯了它 那怎么叫 Evern Plum 就是这个意思 Evern Plum 它用Legative Pressure 但如果你这样扯 扯了多少 就要靠这个 所以它盯着这个 Pressure 因为你走快点 慢点 要扯它出来 所以用这个Monitor 这个 Pressure 其实是安全的 真正正的 你控制它 是靠什么 就是下面的 位置 就是下面的水 就是那些水 靠那个位置 来清它 因为这个 是靠个 就是靠个位置 它才能写得到 这个Blood的意思 其实就是Blood and Evern 好 第二单已经结束 它会问你 有没有需要 你觉得还有空间 你就可以复制 但是一按复制 就要由第一包 开始再来 就是Totally 有一个Pi 两Pi 如果你觉得 还有点不够 我们可以MenuPi 但是MenuPi 就要按住 它的Pum才行 你一放手 它的Pum是停的 然后 如果觉得 各样都可以 我们就可以 去Pum Test 它 这里 也要 一些时间 我们穿了之后 这条猴子 已经是会暖的 是 教度数 直接把 Blood放进去 就不用再浪费了 一些 血 有时候 你一停了 你换回它 那里也有很多血 因为以前我们叫客针团 扑上去 是 那是旧款 这个是新款 那是重新款 因为它都暖得豪快 而且那条猴子 其实是Extra加的 以前 我们要在这里做一磅 现在就不需要 变成我们拖在Return Line 就可以 不用再一个Disconnect 那个程序 然后 其实是这样 换进去 是 是 嗯 OK 那就换到尾 哦 我明白了 那其实有一个Disadvantage 就是 耳机 它都会打回PASS 如果说不行 它就会呱呱叫 其实都 也是一样 如果你需要的话 就Manu Pine 那这个Moment 它就给你安定了 椅子 按进去 可以看看 其实我们的 线呢 其实就 这里有一个 暗位 其实那个位 就大约可以的了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你会看到水位在上升 那 如果 转向下 它就不会下 对 看到水位在下 其实我们 去到这条 就差不多了 因为刚刚过到 水位 就不会过到这条 空间的位置 那 如果你觉得水位 OK 呢 你就确定 然后 它就会叫你 如果你弄好之后 就可以继续 那 跟着 之后 它 这个 这个 confirm 这个 它就告诉你 pation food loss 那间 是 设定了400ml per三个钟 那 如果 confirm OK 那现在我们才设定 好 好 好 可以 我先回去 可以 不要紧要 因为你那个 设定很少 就是400ml 然后三个钟 就是很少 一个钟 到百多钟 就是很少的 我们通常 只要抽水 可以抽到很多 不过当人先 好了 Bud flow 那就可以设定了 然后当150 好吗 那我们Bud flow 其实全部在下面 那个 column Bud 我们设定150ml OK Bud p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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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Pedilutional 对不对 就是Pedilutional 它这个 就有给你的 10-400ml per hour 4000 0-4000 0-4000 0-4000 好 200 就是Pedilutional 5L 1不200 你就是5L 对不对 Dalyser Dalyser 多好 Dalyser 记得多少 你知道多少 Dalyser 你设计多少 你说 何医生 Dalyser 因为你的Bud flow 150ml 对不对 所以 你一定要快 Bud flow 一定要快 Bud flow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当它是250ml 如则一定少 500ml 因为500ml 我需要这些 我只需要这些 对不对 好了 replacement 就是你想它replace 多少给它 对不对 好 replacement 其实就是Pedilutional 例如设计100ml 好吗 100ml 好了 Pedilutional Pedilutional replacement 可以选Pedilutional 或者可以选Pedilutional 这个一定可以选Pedilutional Pedilutional 如果真的要选Pedilutional 就是加减的 是 我们现在选Pedilutional 这个最重要 你抽了多少 因为你刚才已规定了 就不会 Limit 就是4 那是 Alarm的響 是的 你已经设计了400ml 其实还未设计 刚才那个Limiter 是Alarm 如果你过了400ml 他就会響 告诉你 有差别 是的 所以这个就要 譬如你这个 Fruit Removal 可以当成100ml 好吗 好 全部看完之后 就设计 好 接着他就会 再设计你一次 因为你刚才说 要试Range Pump 是的 所以他就会问你 Continuous 你的Rate是上多少 是的 譬如我们的Continuous Rate 是 譬如 5ml 到时我们计算 到时我们计算 那些Pin 是的 大约5ml 这样 我们也是Continuous 然后他就会 展示了一个画面 告诉你现在的Fruit Rate 全部是多少 那些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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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 就继续Continuous 是 那你可以玩6小时 是吧 即是你的水 你5 6小时30 那些Pin 这些Pin 我们25 刚才20 那些Pin 你5ml 6小时30 5 6小时30 哪有那么多 不要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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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我们基本上 Continuous 使得CRRT 都常用 到时我们再设计 对 那现在就Connect Pation 他也是逐样教我们 怎么做的 那首先他会叫我们 CAM 住了 Wide Line 那接着 EFusion 和Return Line 就是EFusion Back 也是说要CAM 其实在前面都CAM 了 不过我们稳定一些 都CAM 在这里 然后他会叫你 DISCONNECT CAM 对 DISCONNECT 对 对 DISCONNECT DISCONNEC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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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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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NNECT 对 对 就是没有阻碍 哦 我明白的意思 哦 对 对 因爲我们下去之后 就会是 这个 这个 是 Return Line 会放在 Patient A和B 是的 Patient 的V 然后 其实 这个 会是 EFusion Back 是的 黄头最高 Effens 是 这里 其实我们会 怎样做呢 你看到一个 Return Line 其实最 时间关系 我们就Block了 CAM 嗯 就是Block了它 嗯 如果真的 Patient 有什么事 或者Patient 高 要用 CAM 冲一冲的话 其实我们最终 在这个 2Patient 的时候 我们会用 这里 2Patient 嗯 嗯 那变成了 CAM 对 在这里 可以拉长一点 嗯 那变成了 现在是一个 Patient A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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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 刚才你提到 V 就插进去 我插一下 好 我插A 你插V V呢 它现在又有新鲜油 扑子 定力已经很快就会缩了 是 那么现在我们就会 其實加上 那这些 整个 Return Line 那会在这里 我们在这边 也不能去 可以 刮抹 刮抹的时候,记得Return Line的Cain 刮抹在Compatient那边 否刮抹一半就会继续 刮抹的刮抹 刮抹 刮抹是抹 刮抹一定要够长 刮抹不可以短,如果短刮抹就不可以 刮抹 刮抹就是P 刮抹在这里 P-But-Pum 刮抹在这里 刮抹一点 刮抹 刮抹 刮抹抹 刮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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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開始 他就是告訴你設定 對,他就是告訴你設定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在計算 而且千萬不要動一個磅 不要碰到他的屯幕的地方 但這個不用充電嗎? 其實可以不用充電 他一滿的時候,他會在馬拉馬路上 我們聽他會滿 對,即是用這個磅磅 他出了多少,他會寄下來 他沒有理由打磅磅 打磅磅是下午過,他應該不會計算 不要緊,今晚想一想 沒有理由的 他知道是打磅磅磅 你計算到的 200,加500,就是450 550,就是650 所以他即使,為什麼呢? 因為打磅磅磅,他不是磅磅磅 他也會回到這裡 所以因爲,就要計算 因為 我們閘辦法的打磅磅磅,我們 problèmes 2��로走нем,那就是這個原因 נ'10 hasta dm2 liegen 這個 AN6-Line-Members很高 所以如果你要100mph 這麼少 它不需要多大 這個 Pressure 作很少 也可以處理得到 我們有個 Full Set 你隨時剛才教的東西都可以更改 例如 Buffel 皮肥噴 Dial Isic Repacement 有些全部都可以調 譬如想抽多點水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版面調整 同一樣我們選擇 Patient Flow Removal 要先按下方 對 要先按下方 紅色打開之後 我們也是加選 可以一次過改完才確認 全部都改完 我們先確認 譬如 HIPPIN 想更改 Grate 我們也可以在這裏更改 History 因為每個小時 我們都會抄襲 每個小時的Patient 真正的數字 我們每個小時 踏正 其實這部機 會有一點點 提醒我們 足夠的時間 接著我們就寫一下 設定 這個小時出了多少水 或者是給了多少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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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出了事的東西 才算 Low Flow Rate 那些 Alarm Event 就會響 現在還沒有 Flow Event 剛才說了 Status 當然就是 先說Status 如果我們要換袋 或者是下面的 Repacement P-Bud Prompt 和Dialize 換袋 它除了響一下 會告訴我們 其實它空了 它會響一下 告訴我們要換 或者我們在Change bag 做也可以 按了Change bag 它一定會吵 我們先把它剝掉 你可以告訴我們 譬如我現在 我現在換了 Evulsion bag 譬如我不等它換了 我現在清一轉 我們就會按著它 然後每一次 記得要拉出來 倒 不要在架上倒 因為它計算 其實是一個綁來的 拉出來倒 清完之後 趴回去 又是要聽點卡一聲 是很緊要的 然後我們就 OK 這瓶 소� areas 是有智能 首先呢 可以按 derivative 感谢观看